那我們趕快來關心今天的天氣狀況 熱不熱啊 時間交給札凱 好 來 我們來看一看 還是目前戶外空氣品質的狀況 那現在大部分地區 像在只有在新北市的土城 是來到了黃色的普通 其他通通都是在綠色的良好狀況 空氣品質相當不錯的 那在氣溫上面的話 跟昨天這個時候來做比較 差別就不是很大 馬祖金門澎湖 馬祖稍微上升了一點 那台灣本島這一帶的溫度 跟昨天比較有些地方 稍微上升 有些地方稍微下降一點點 現在的溫度跟昨天都差不多 一樣 還是熱 那我們從地面圖看一看 天氣系統變化的情形 這整個低壓帶往北的方向 抬上去了 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台灣這四周圍的雲層 就沒有前幾天來得多 但是還是一樣 吹的是西南風 那晚上的時候 我們台灣這邊的風 是從陸地吹出去了 吹陸風 晚上吹陸風 那跟西南風會合在一起 清晨的時候 容易在中南部的沿海 有一些雲層發展起來 範圍不是很大 但是可能局部地區會下一點雨 像今天清晨 像台南也有局部地區 有一點點這種雲層發展起來 帶來一些短暫雨 但是時間短暫 而且範圍比較小一點 早上陽光出來照射了以後 這個陸風慢慢減弱了 這種會合的效應就減弱 符合的效應就減弱 這些雲層慢慢就散掉了 換成是到了下午 要注意午後的熱對流了 到了今天晚上的時候 一樣這整個低壓袋 一樣在比較北邊的地方 所以台灣已經出沒了 接下來就進入到夏季型的天氣形態 那我們再從衛星雲土看看 雲層發展的狀況 大部分雲層發展的位置都比較北邊 那很明顯台灣這四周 我就剛剛提到的雲層變少了 只有到了下午的時候 在華南這邊有一些雲層移動出來 這些雲層大部分都是熱對流所造成的 移到海面上面海水溫度沒有那麼高 它就減弱掉了 真正影響到的 比較明顯的降雨 就中午以後發展起來 像昨天兩塊的對流雨發展起來 都有帶來下雨的狀況 大部分的午後震雨是在山區 那平地方面的話 可能中部局部地區 另外就是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半部這一邊比較容易會碰到午後震雨的 我們來從雷達上面看一看 台灣附近這些雲層下雨的情形 海面上面還是有一些下雨的雲層在 台灣海峽南部這邊 但是都是在海面上面消消漲漲漲 沒有往台灣這邊移動進來 事實上影響不大 我們看到這塊對流雨很明顯 在中部外海這一帶 所以說天氣穩定也不是那麼的穩定 上午可能有些地方雲量稍微多 但是可以看到陽光 大概下午就注意熱力作用了 那氣象署所預估出來降雨的狀況 這種白天跟晚上差別很大 白天的範圍 下雨的範圍很廣 這裡面大部分都是 塞巴虎午後的陣雨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平地方面 大概就是中部的局部地區 另外就是整個大台北 還有東半部碰到的機會就比較高 入夜了以後 沒有熱對流了 降雨減少了 但是可能在沿海地區 剛剛提到的這種陸風 跟西南風符合的狀況 沿海可能會有一些短暫雨的情形 那等到了明天的白天 降雨又變多了 那最主要還是山區的午後陣雨為主 比較大雷雨大部分也是以山區 晚上到清晨沒有熱對流了 降雨就減少了 那未來這一個禮拜的天氣 感覺上好像每一天都在下雨 尤其是中部以北這一帶 但是午後雷震雨的範圍沒有這麼廣 大部分也是偏向在山區 平地的話可能局部地區會碰到 倒不是說呢 這個午後的雷震雨下雨的範圍 整個北部通通都會有 沒有大台大概平地方面 北部就是大台北 台北市新北市這一帶 碰到的機會比較高一點 中部的話也是比較局部性 下午後雷震雨範圍比較廣一點的 可能就在東部這一帶 那因為熱對流山區發展起來 會往東半部過去的 再來看看今天各地區 詳細的天氣預報 現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區 那今天台北市跟新北市要注意 還是有午後雷震雨的 高溫34度左右都還是熱 另外中部這邊台中彰化 容易下雨的大概是清晨 上午這個下雨的機會就會降低了 但是明天清晨還是要注意 另外山區有午後震雨 台南高雄這個雨 主要大部分都是在清晨 高溫34度 35度 另外在東半部來看的話呢 宜蘭花蓮台東要注意會有午後雷震雨 甚至包括基隆可能也有機會的喔 高溫32度 澎湖金門還有蓮江 請到多雲高溫大概31、32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